我們現在坐了40分鐘左右的地鐵 已經到七堡 先去買個蘆溪河吃 耶 我們到蘆溪河了 Nona老師說他種草了很久很久 然後他們家據說有很多好吃的拋芙啊什麼的 我們買了拋芙 肉鬆小貝 台灣麻糬 哇塞 好多奶油啊 不太懂他為什麼叫台灣麻糬 這有點太實了 他的拋芙挺好吃的 裡面的奶油很冰冰涼涼很爽 大家可以買起茶來配這個蘆溪河 他是沒有座位 他的肉鬆小貝我覺得還可以 外面的肉鬆是脆脆的那種 然後裡面的醬我覺得不多也不少吧 就是處於剛剛好的那種感覺 然後跟豹師傅比下來的話我會比較喜歡 豹師傅那種濕軟一點的 然後他的醬會更足一些 這也還不錯 大家入過的話可以試試看 這裡就是七寶老街了 它有點像是在一個居民區裡面的小景點 然後就都是這種老房子 有點蘇中南清的感覺 過了這個橋就到了小吃一條街 這邊人還是挺多的 我們現在來吃老街湯圓店了 上海的湯圓真的很大顆耶 我們點了四種口味的鮮肉、芝麻、花生還有棗泥 它的湯圓真的很大一顆 好燙 好燙 我的芝麻流出來了 這是我第一次吃肉湯圓 我感覺它有點像湯包一樣 裡面有好多油脂啊 剛從七寶老街出來 我原本以為它是一段很長很長的虎線 沒有想到只是小小一段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 Just Thai 我上次吃過之後就念念不忘 然後剛好七寶這邊有了家 我看應該是不怎麼需要排隊 七寶的萬科書西 這家Just Thai完全沒有人 太開心了 這家比人民廣場好多了 真的完全沒有什麼人 超爽 這個是他們家每次餐前都會送的龍蝦片 很好吃 然後現在還有送一個小菜 可以自己倒兩下 會蠻辣的 他們家醬的湯裏 好吃 這個紅色醬是沾肉的 然後這個是沾海鮮的 燙的東西之前可以先喝一下 他們家多音功湯 如果覺得不夠濃的話 可以再讓它加濃一點 那我很重 超喜歡這家的 我真的很喜歡吃他們家這個椰子 這種 光光光光光 哎呀 食物 我們叫了清西服全回來喝 我之前去台灣就很喜歡喝他們家飲料 然後這次叫的是 油多檸檬 不加糖 要少加椰果 然後他們家真的經常會出各種聯名 上次是Hello Kitty還有海肥王 然後他包裝真的很可愛 器官上面還插兩個這種小卡片 酸爽 火燒雲有毒 我這一週第3次吃火燒雲了 這個是我們在酒店點的外賣 這一邊都是火燒雲 這三個是 傅小姐在成都 感覺很爽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下雨天 躲在民宿裡面 餃這麼多外賣 開始吃了 哈囉 這是第二天了 我們現在來吃Brench 就上海Brench真的很有名 所以打算來體驗一下 然後我們找的是這家店 這邊是歡迎狗狗的喔 可以帶狗狗進來吃 吃了 餐餐麵還不錯 我覺得這是一份 只有外觀好看的鬆餅 我現在吃了幾塊 我覺得它這個麵餅真的太厚了 就一股那種麵粉的味道 好像在自己在吃 那種大餅一樣的東西 而且這個藍麵醬真的超級無敵甜 沾旁邊這個奶油會稍微好一點 但是真的很容易飽這個 我現在吃完這家 AL Steiner 我覺得 就還好 它的菜品都不會讓人家覺得驚艷 但是也不會難吃啦 可是我覺得上海有很多 比較有特色的Brench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去打卡一下 那種比較有特色一點的 這家就真的是沒有給我太大的驚喜 而且價格也還蠻高的 我覺得作為遊客來說的話 我是不會太推薦 那如果你是上海人的話 吃你的其他Brench 可以試試這家 我們現在在PACE裡面 來喝這家 Lim茶 RT 然後看它的菜單還蠻特色的樣子 我們點的是雪玉鹹奶茶 還有大麻椰漿奶茶 好的椰漿茶來囉 我要來試試看 這個上面是有鹹鹹的奶乾 然後灑了一點 那椰子最一樣的東西 脆脆的 然後下面的奶茶喝起來 就有點淡淡的那種味道 就不是特別有味道 椰漿味也不是很明顯 但是還挺好喝的 就喝起來比較清爽的奶茶 我們在上海居然又吃紅菜 我真的太喜歡他們家的公園 公餐還有綠咖喱雞了 超好吃 我每次都是點這三個 耶 我太難了 我趕不上飛機 我現在要去機場旁邊的酒店 然後買了明天的機票 唉 我覺得我每次上海吃的 都有點艱難 下一次是 早上的飛機被取消了 然後我索心買了一張機票 然後今天呢 是我趕不上飛機 唉 太慘了